美国AI的晶片大厂超围 说要在台湾设立研发中心 而6月7号 CEO苏之锋将会来到这里 参加南方的半导体论台 是不是借这个机会 在南部走走看看 寻找合适的设常位置 主办单位台南市政府 节目流程安排也有巧思 下午2点苏之锋演讲前 特别规划前半小时 由园区的代表做简报 坐在台下的苏之锋 等于直接了解科学层的环境和优势 等于让苏之锋知道台南已经准备好了 沙伦园区目前联发科伟创 都有成立研发中心 加上三大法人 工研院打造半导体能源基地 中研院的南部园区 国科会的资安研发大楼 集中了上千位的优秀人才 如果超为真的进驻 透过横向合作 更能解决未来的科技难题 不只台南招手 有台积电加持的高雄也积极争取 投入了170亿资金 继续推动亚湾2.0方案 台积电效应连带千栋国际厂陆续进驻 提供完整的供应链 国一大代小 还有结合系统商 还有新创公司 大家努力合作 来提供我们企业的解决方案 台南推绿的示范厂 又有国家级的科技研发基地 现有的阳明交大台南分校串联产学合作 而高雄再推亚湾2.0 台积电的效应 网罗下游公益链投资 目前清大阳明交大 有意在连池谈设分校 传出超围要砸50亿设研发中心 虽然只闻楼梯响 但地方政府已经蓄势待发 TVBS新闻方志成 宋佩文 高雄台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